Cama每个一段时间都会推出新的功能 今天这影片所介绍的新功能 是我认为在2022年最值得期待的Cama的新功能 那就是一键去除影片背景的功能 是的 现在Cama不仅能够去除照片的背景 连影片的背景也能够去除掉了 这功能非常多人都需要 所以这影片我就详细介绍这Cama的新的功能 再去介绍这新的功能之前 我需要提醒大家 这功能和一键去除照片背景功能一样 是需要你设计到Cama Pro才能够使用的 我想体验一下这个一键去除影片背景的功能 还有其他强热的功能 可以使用我平均去链接 就每被试用30天的Cama Pro 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些功能了 像我来的Cama 我可以首先建立一个影片文件 选择影片 这里选择影片建立空白设计 像我就进入到了Cama影片简直的界面 我可以选择上传 这里选择影片选项 例如说我选择这个影片 然后就可以选择这个编辑影片 这里就可以找到背景述工具 可以看到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Cama就把我这影片的背景 就去除干净了 我可以来播放一下 感觉使用这三个技巧 你会发现频道流量 会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可以看到Cama这个功能 还是能够非常清楚的 把我影片背景去除干净的 然后就可以给背景 加入一些颜色 例如说纯色的背景 选蓝色 像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的背景就变蓝色了 或者说可以加入图片 选择照片选项 最后选择这个背景 像我这个影片就有一个新的背景了 你也可以加入影片 例如说我选了这个影片 像我这部影片的背景 就是有一个流动的水的背景了 或者说我们在做教程类的影片的时候 我们会录制我们的屏幕 例如说我这里有录制屏幕 我可以把我人像缩小 例如放到右边 这样子能够非常好的展示 我教程类的影片 我们可以做一些装饰 例如说我选了这边框 选另一个颜色 例如说选了这黄色 再复制一次 把我的人像也弄到这边框里面 然后再把我的人像也弄到这里 一直到最前 这样我的人像就会有一个背景 把我挪动到右下角 调整它的大小 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去做出你的教程类的影片 看法这个功能 也能够让我很好去除掉绿幕的文件 例如说我们选了元素 这里我们输入Green Screen 这里就会有很多绿幕的文件 例如说有这个订阅按钮标志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掉绿幕的背景 选了编剧影片 选了背景一处工具 然后我们更改一下背景颜色 选了黄色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把这动画 加入到我们影片里面 我们再选择影片选项 这里选了Green Screen 例如说这有大象绿幕 还选择编辑影片 选择背景一处工具 这样我们播放一下 就可以看到大象的背景就被完全去除掉了 我们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影片里面 非常的方便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Cama里面其他素材 例如说我搜索Ronnie 我选了这个影片素材 也尝试一下去除掉它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Cama也是能够很好地去除掉这个影片的背景的 接下来我教大家如果去除掉GIF文件它的背景 我们选了这个GIF 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选项 可以选在这里显示更多 也可以找到GIF这选项 这里面就可以找到很多GIF的动画 例如说我选了这个动画 由于GIF文件不是影片文件 谁就不能够产生一键去除背景的功能 但是我们也有办法 我首先调整它尺寸 我选了右上角分享 选了下载 MP4影片格式 选了下载 像我刚才的GIF文件就变成了MP4影片文件 我可以上载到Cama上面 然后我上载掉这个GIF文件 相机可以看到有个编辑影片的选项 选择背景一出工具 这里左边就有它的背景一出的进入条 可以看到还是很快的 在过了大约半分钟之后 这个文件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也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你可以加入一些其他背景 加入一些纯色的背景 加入一些图片的背景 大家都可以去强制一下 这Cama的新的功能 可以让我们去发挥更多创意 去做出更好看的影片效果 如果想使用这个功能 可以通过Pinch的链接 去免费试用Sensi的Cama Pro 去试用一下这个功能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Cama的教程 可以去看我这部方列表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Cama YouTube内容 欢迎对我频道 如果想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IG 在底下描述完 你会找到很多Gmail小工具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